绿线捷运即将在明年开始动工了 其中靠近桃园区中正路和例行路口的居邻9站 因为周边市有土地的地主不同意设置出口 让后站设站出现瓶颈 交通局表示将会以取得居民最大利益为原则 持续沟通协调 开市散口人来人往 这里是桃园区例行路 连接着中正路 未来预定绿线捷运的居邻9站就会设置在这边 但如今因为附近居民没有全数同意 让出口设置出现变数 目前因为我们在102年的5月13号 有共展出来的时候 我们本规划就是有两块的联合开发基地的部分 但是因为跟民众协调的部分 就是还没有协调出共识 负责用力取得的交通局表示 当地居民因为担心设置出口之后 会影响到店家的生意 因此部分持反对意见 交通局指出 在明年绿线捷运动工之前 将会持续和当地居民沟通 以居民最大利益来协调取得用地 我们现在在办理检绿线的PCM的照标 等检绿线的PCM照标之后 我们会重新检讨 那个那一块的 的全职的部分 就是重新用最有利的条件 再跟民众去谈谈看 我们还是希望在 居邻9那边有一个出口 因为那边最主要它是 是临近桃园夜市附近 对附近的民众 对捷运的需求 是有很大的需求 交通局表示 其他站点的出口设置 目前都没有问题 居邻9站协调 则是会害律线施工同步军行 不会影响到整体工程进度 桃园线新闻一号轩 桃园超毛大 适应 我 可能 谢谢观看